陳部長 勞動力發生署 劉署長 外交部高次長 移民署 還有移民署的林副組長 移民署我們的張護署長 對不起張護署長 劉委員長 外交部還有亞通太平師的師長 也一併來吧 我們今天要討論到印尼 離五年內要停止輸出到台的這些家事勞工 早上國際移工組織就在樓下抗議 部長外交部都知道吧 知道 知道他們有來 那部長他們要抗議什麼 他們是希望能夠對外籍勞工在台灣的勞動條件 跟他們的一些待遇能夠提高 兩點 待遇嘛 還有勞動條件 還有什麼 當然還有工作時間等等這些事情 那一樣是勞動條件嘛 他還有一個應該是應用不應和雇主同住在一個屋簷下 要有自己的宿舍 這個就是 多多就是有三點啦 對不對 那你就是這三點 你們今天有沒有去做回應 可不可行 我想我們要提高 要保障這個家庭 這個看護工呢 我們事實上勞動部已經訂了一個家庭看護工的保障法嘛 就是希望改善提高他們的勞動條件 但是至於他們要求要住在外面 我們現在跟任何引進國都沒有強制說一定要跟雇主同住 但是你住在外面那時數就要他自己支付 所以他自己這樣會造成他的很大的經濟負擔 所以部長因為是考量到他們要自己住可能會有很大的經濟負擔 所以這一點你有這樣回應嗎 我們在今天報告裡面也有提到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並沒有要求這個家庭看護工一定要跟雇主同住 但是他若選擇自己住的話 那麼時數就雇主就不會替他支付 所以今天對TWA這個組織的這樣的一個訴求這三點 部長就是這麼樣回應他們嗎 我們基本上還希望跟他們多做溝通 所以有沒有回應嘛 我的問題是這樣嘛 對 今天有回應嗎 因為我早上都在這邊 所以我還沒有跟他們見面 喔 那勞動部誰代替部長去跟他們回應 課長 應該有吧 有可能有接他們的陳情書吧 對 有接 沒有回應了 直接不回 沒有 沒有 我們在8號的開會今天討論印尼應用的這些相關問題 然後國際移工組織在樓下為了印尼在台的相關的權利 來表達訴求抗議 我們勞動部可以無動於衷 因為開會 所以沒有任何一個人去接見他們 然後對他們的訴求沒有做一一的以下回應 這樣對嗎 沒有 剛剛我問了一下他們並沒有第一交陳情書 他們就是表達訴求 所以我們是有一個科長在現場 但是也沒有 他們沒有陳情書 所以也沒有任何的這個 所以科長也不需主動去做任何回應 就在那邊默默的站在那個地方 聽他們怎麼講怎麼說 是這樣嗎 這是部長你的作風嗎 我禮拜一還肯定部長 我想現在中央的各部位首長應該民調最高的是你 今天我們來開這個會 你馬上被抗議了 你要不要聽國際移工在底下 如何看待勞動部 如何看待部長你 我們很願意接受指教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十條 各成員 各成員過去根據國家法律法規或團體協約 採取措施確保家庭工人 在正常工作時間加班補貼 每日和每週休息時間與代薪連休假方面 享有一般工人同等的待遇 如果照這樣的一個國際公約 如果照台灣是一個重視人權的國家 如果照部長是一個重視勞動權 我想今天國際移工組織不會到樓下來抗議 然後如果政府現在的勞動部 不去回應他們以上這三點 就單憑剛才我就教於部長最後的一點 是不是要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要有自己的宿舍等等 那我們在委員會去做探討 不正面去對這一些國際移工組織 或是印尼的這些來台的家事工作者 做很正面的回應 我想印尼當然不願意再輸出 他們的勞工到我們台灣來 這是無庸置疑的 所以部長要不要做一個回應 是我想印尼政府除了今天的這個移工組織之外 事實上印尼政府有正式跟我們有會談過 他們也提出了這樣子的一些條件跟要求 那我們也跟印尼政府有正式說明過 就是說我們也在做相關的評估 包括立法 像我們這個家事勞工保障法 我們就是立法 就是要把剛才他們的這些訴求 這些條件要放在裡面 要放在這個法律裡面能夠來做推動 所以這個是我們給他的回應 那他們當然希望呢 另外一個訴求 就剛剛委員特別強調的 就是他們希望不要跟雇主住在一起 那我們當然也是把這個意見告訴印尼官方 是說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那雇主不負擔他的這個居住 那他對他們的這個經濟會不會造成衝擊 也希望他們要能夠做一個評估 我們除此說這樣做一個回應 考量到請貴國請印尼的國家 考量他們會不會有什麼經濟的衝擊 除此之外 我們還做什麼樣的一個因應 因為這個是大家都還在談判過程中 因為我們是今年的二月才 就是十二月跟印尼官方才正式開了一個會 那麼一般就是開會 去年的十二月跟印尼的官方開一個會 對 就是對於這些訴求 我們大家有 他們也是正式提出來 我們也有了解 所以我們一邊在跟印尼的官方做溝通 做相關回應 我們勞動署的署長就在一月 一年104年一月上任之後 馬上對話要言 也就是說印尼你要停止這些 家事外勞或是說勞動外勞來到我們台灣 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準備要跟緬甸引進緬甸的勞工 將近100至200個人 所以一邊跟印尼的官方在談判 一邊我們自己在國內對外 說沒有印尼的外勞 還有緬甸外勞可以來做引進 這是什麼狀況 部長 請簡單回答 我的時間有限 我想這個引進緬甸的勞工 這個不是今年一年半載的事 這已經進行一兩年了 一直在進行中 我們就是 所以劉書長所講的話屬實 他在3月9號在立院送往時 表示預計最快4月引進緬甸外勞 鎖定製造業及農業外勞 預計引進100至200人 而事辦引進外勞以或外交部同意 次長 外交部次長請答戶 已經過你們同意嗎 報告委員 這個我們是在跟配合勞動部 當然就是說在一些國家 我們都有在談這個勞務合作的 所以你們跟緬甸談的已經成熟了 所以你們同意勞動部 而且劉書長所講的這段話 已經經過你們的同意 有嗎 勞務合作不需要外交部同意 他是他們主聖 那你回答我嘛 你跟緬甸政府已經談妥了 你們已經什麼時候要互設辦事處 然後可以在今年的4月 就已經可以經過緬甸政府的溝通協商 同意引進緬甸外勞 到我們台灣來 外交部有如此掌握這樣的訊息嗎 有這樣的進度嗎 報告委員 我們並沒有達到這樣的一個協議 好 謝謝次長 所以劉書長在講什麼話 沒有 跟委員報告 當時應該是媒體把幾個事情串聯在一起 因為他問到 所以媒體錯了 是凍結那個越南的部分裡面 我們在3月底4月會陸入去的召開 這是在講那個越南的部分 然後 所以媒體把越南 把緬甸當成越南 對對對 把越南當成緬甸 對 媒體是哪一個報導錯誤的 你可以指出來嗎 我不曉得 因為有一些 因為他們媒體很多人問的時候 同時問了很多問題 然後我一個一個個的回答 可能有些記者就把它合起來 那個這樣的協法 所以基本上 當天的記者問我的話 他就說 越南的事情是怎麼樣 緬甸的事情是怎麼樣 然後我意思是說 緬甸的部分事情還很大的變數 越南的部分比較明確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的講法 所以基本上 一個記者 一個媒體會把你講的話 誤認為這樣的奇怪 你這邊講的是說 預計4月引進緬甸勞工 鎖定製造業及農業外勞 如果把緬甸當成是月勞 這很奇怪啊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緬甸的事情 他們有在問到說 有關於緬甸的部分會怎麼樣 我說基本上有很多方面的做法 因為基本上還是要牽涉到 緬甸方的那個需求 跟我們這邊的產業的需求 這樣子的部分再去處理 所以現在你所講的 跟緬甸政府跟外交部同意的 這些都是只需污有 這些都是媒體記者搞錯的 是不是這樣 緬甸的部分 剛剛部長有說明說 已經持續講了很久 其實媒體記者也很清楚 跟緬甸已經談得到什麼程度了 對於設辦事處這件事情呢 到現在都還沒有具體的回應 我想這個是關鍵所在 其他的評估都作業完成了 就是他們也願意到台灣來 我們也願意引進他 這些大概 就是他們適不適合台灣來做相關的工作 這些都評估完成 就剩下一個這個簽證的這個 是不是要有設一個代表處的問題 那外交部剛才 那外交部剛才次長已經這樣做答覆了 譬如說 整個要跟緬甸政府有建置到所謂的 附設辦事處 外交部次長可以正式的在委員會 答覆陳部長及我們這些委員 讓我們了解到 到底你們的進度到什麼程度 不然為什麼勞動部好像有點月袍帶足 就整個外交上的跟緬甸國家的相互的 這不只是一個外勞的 一個勞動力的一個 一個互相的一個締約等等等 好像外交部沒有存在的必要 還是外交部對這事情完全沒辦法掌握 外交部是不是簡單答覆一下 我們跟緬甸現在是沒有辦事處或代表處在那裡 當然我們也希望在所有沒有辦事處代表處的國家 都能夠設置辦事處或代表處 那這是一個方向 我們跟緬甸目前還沒有談到說要互設辦事處這個階段 所以我們最近都沒有談到要設辦事處 然後我們想要從緬甸引進 他們的勞工到你們台灣來 你看差不多要多久時間 另外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申請簽證實際上 不設辦事處也可以 不設辦事處也可以 也可以 或者是由他們最鄰近的泰國 到泰國去辦 或者甚至呢 我們可以派如果他是專案 一批一起來的話 我們可以到那邊 或者派人 從泰國派人到那邊去幫他們辦簽證 也是可行的 如果今天台灣要引進緬甸的勞工 勞到台灣來 我們還要一個專案 然後申請的那個簽證 還必須要到第三國去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他要申請簽證才能進來 那當然啦 對啊 申請簽證要到第三國去 因為在緬甸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我們外交的手腕 我們外交的障礙 在緬甸我們沒有辦事處代表 當然啦 沒有辦法 當然啦 沒有辦法罰簽證 當然啦 我知道啊 所以今天如果說要引進緬甸的勞工 到台灣來 要簽證的時候要到第三國去 所以就是我們外交的手腕 我們外交的先進的狀況 所以我們必須要體諒 是這樣 我沒有意見了 時間到了啦 我只是要提醒勞動部 陳部長 今天國際移工組織 對你的看法是覺得你不適任 在樓下的時候 然後再來 他不只提到這些問題 我簡單再講 主席 不好意思 我30秒就好 台灣的外籍家務工薪資 已經18年未調整 每月15840的薪資 扣掉國內外中間會的健保會 第一年每月 每個月勞工實力領到的薪資不到7000 且家務勞工的工時 根據勞動部的調查 每日工時高達14至18小時 更有將近10萬名的家務移工 全年無休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今天不管你劉書長講對話講錯話 記者有沒有搞錯 引進緬甸勞工100至200人 印尼在我們台灣不管是家事的這些勞工 還是勞動的這些勞工 總共是23萬人 你怎麼去應接 你怎麼去處理 還要講到越南 越南這個國家 確認有發生什麼事情 還有我們太平島 等等的相關的這些爭議 到時候那一邊把你主局越老持續進來 然後內部 台灣內部 還把你搞成一個暴動 是你勞動部可以承受的嗎 不只這個樣子 今天我們對印尼的 相關的家事的這些勞工薪資 我們比其他其他國家都更高 台灣剛才我們講的 照理講應該是18832了 香港才14552 中東新加坡10272 馬來西亞7359 我們是高於其他的國家 那今天 印尼的這些勞工 然後透過國際 跟國際的移工組織來這邊 來表達抗議 我們沒有辦法坐下來 跟面對面來溝通 我們一邊在跟印尼政府 在做談判 一邊我們自己 勞動力發展署自己在謊話 說記者搞錯了 然後不然把緬甸當成越南 還是把越南當成緬甸都沒關係 我們是用這樣的態度 身為一個勞動部 是用這樣的對這些 外籍的家事工 外籍勞動的 這些勞動力的人 在做這樣的一個回應 部長你覺得這樣好嗎 因為我今天 一大早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 陳情的時間 跟我在這邊備詢的時間 是重疊的 我也沒有辦法去接見他們 這個是事實 但是我們事後 會後呢 我想我們還是會去 針對他們的訴求 來做一些回應 我今天是很壓抑的 因為我們剛好主席 排了你們來這邊接受備詢 那剛好樓下就在一樓而已 搭電梯應該不用30秒 你不應該派個科長去 我們這邊都有次長級的 23萬的印尼的這些外勞 在我們台灣比例佔得最高 他們在供應我們不管是家事 不管是勞動 他們的穩定性都相對比其他的國家 輸入來台灣的這些勞工都更穩定 那我們今天印尼政府已經發出這樣的一個訊息 然後印尼的相關的這些組織 外勞組織也表達這樣的抗議 甚至也講到 他們對部長感覺是不適任的 那如果部長還用這樣的態度去面對 還講說你在這邊開會 說也要怎樣怎樣 好 我覺得說 這個下去 好啦 好了 好 我是善意提醒部長啦 好不好 然後跟緬甸的外交 真的不是一個勞動部的勞動發展 人力發展署的署長 可以隨便亂講話的 不要把外交搞得亂七八糟 不要到時候輸入 連一個人都沒進來 甚至一年兩年 連一百個都沒有一個緬甸的外勞進來 我們還在這邊大放厥詞 這是一個很不好的一個橫向 還是什麼上下聯繫出了很嚴重的問題 謝謝 謝謝我們劉建國委員